老照片,典型的江南水乡,一百四十年前的宁波城。 早在七千年前,宁波先民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, 创造了灿烂的和睦度温化,唐石称明州,唐开元二十六年七百三十八年设明州, 霞茂、慈禧、凤化、翁山四县、唐长庆元年八百二十一年, 州市牵制三江后金海蜀区,并建自成,为其后一千多年来城市的发展奠定基础。 宁波海关监督吴某某的家庭长,康熙二十三年废除近海令, 指定广东澳门、福建漳州、浙江宁波、江南云台山四处为对外通商口岸, 宁波海关作为我国历史最悠久的海关之一。 自1685年清朝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在宁波设置这海关开始计算, 至今已有三百三十余年的历史。 宁波海关工作人员,英国人赫德自1863年, 接任大清的海关总税务司后,便开始了他历经图治的改革大计, 赫德从人事制度上进行改革,对海关进行打换血, 在重要岗位都安排了外国人,仿照英国高校连接的文官制度, 推行信任必考制,而且是全球公开招考,公开选拔。 金鹅禅寺位于宁波南郊金鹅山之路,距宁波城三十五公里, 即银州区横溪镇金鹅村山澳内,创建于唐朝大历元年766, 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悠久历史。 千锋列户,万赫朝宗的金鹅山,是银南鸣山, 海拔高城六百三十三米,是天台山的鱼脉, 其山形两亿纷张,昂首天表,酷色振翅欲飞的天鹅, 故在宋之前明金鹅山。 寺庙四周溪水潺潺,古树参天, 时不时为一处难得的佛门境地, 但皆因历史的缘故,导致寺中原有的建筑毁莫殆尽, 而今,未重现古叉往昔的风貌, 经各位长老及有关专家反复的论证, 该寺的建筑风格确定以唐代为准, 又能与该寺田姓致远的地理环境, 和悠久的历史人文自然嵌合。 天同寺,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东二十五公里的太白山路, 始建于西晋永康,元年三百年, 福晓禅宗五大名刹之一, 号称东南佛国,全寺建筑面积达三点八八万余平方米, 有殿、堂、楼、葛、轩、辽, 居三十余个计九百九十九间, 寺院坐落在层栏叠杖的太白山下, 群峰抱一次,一次镇群峰, 东、西、北三方有六峰簇拥。 虎桥为水月桥,其中的建筑从左到右依次市, 土地庙,鱼巷国祠,旅祖殿和延庆寺, 远处天穷之下,高峻错落的码头墙, 勾勒出数十桩江南院落, 以及和缓起伏的清灰色地平线, 此照片所反映的正是老城南日湖畔的景象, 是旧时宁波最为精致,也最为江南的地方。 阿玉王寺,位于宁波市银州区五乡镇, 宝床泰白山路滑顶峰下, 始建于西晋五帝太坎,三年公元282年, 已历经一千七百多年历史, 阿玉王寺素有东南佛国之称, 是佛教禅宗明寺, 中国佛教五山第五, 也是中国现存唯一以印度阿玉王命名的千年古寺。 天丰塔位于宁波市海蜀区大沙尼街西端与解放南路交汇处, 始建于唐武则天天策万岁, 至万岁登峰, 695-696年间, 因建塔年号始末天丰而得名, 建成后塔高十八丈, 约五十一米, 共十四层, 分七名七岸包括地宫, 六角形, 宁波, 1877年, 摄影资料, AdWords, Benz, True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